嗨,大家好,我是Enter,邀请您订阅Enterbox 又到了我们介绍新玩具的时间啦 这次要介绍的是Type-C的Hub 大致上我会把Hub分成两种 一种是专为苹果笔电设计的双Type-C Hub 比较大的优点是品质好的产品可以贴着笔电 移动时不拔下来也很OK 那缺点就是两个Hub,一次就被占用掉了 对于MacBook Air或低配版的MacBook Pro 只有两个Type-C的笔电来说就很局促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这种一条线挂出来的 扩充性比较好,选择更多 还可以把线藏在笔电后面 还有很多选择上的小细节 马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玩具 这个新玩具就是Vava的UC-006 正面纯粹就是Vava的logo,简洁有力 Vava这个logo本身就很有意思 不管你正的看反的看都是Vava 而竖着看就变成小于大于小于大于 整体外壳主要是铝合金,表面有阳机处理 目前有太空灰,科技以两个选色可以选 因为目前手上的MacBook Pro是太空灰 所以我选了灰色,希望以后会推出金色版 因为像是MacBook Air,还是有金色的啊 希望Vava以后会推出金色 送礼自用两箱仪 而讲到送礼,在自选加官网购买 还可以加选礼品包装服务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价格不高 之后有机会我也会想试试看 连结在影片说明栏给大家 因为这是一个Hub 主要的功能就是围绕在IoPort 那我们就顺着IoPort来介绍好了 平常我习惯是将Type-C Hub都藏到荧幕的后面 因为连结的线材太多,眼不见为尽 UC-006的线长是15公分左右 不太够藏到后面 但是线短的好处是收纳、轻装旅行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首先是HDMI支援到4K 30fps 在FHD 1920x1080的解析度也可以支援到60fps 基本上足够平常连接投影机和电视 UC-006有三个蓝色的USB 3.0接口 基本上滑鼠、键盘、随身碟、连接SATA3的SSD的使用都很够了 速度方面也不太容易超过速度的瓶颈 如果你同时接两个SATA3 SSD才比较会撞到瓶颈 所以会建议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 那一个Hub不够,你可以买两个啊 另外可以看到USB之间都留有一些间隔 这款Hub的间隔是5.7mm 除非是特别特别宽的读卡机或随身碟会卡到 一般USB接头都不会互相卡到 再来是网路口 支援到1G的网路 基本上大家常在用的都是这个规格 那UC-006特别在哪里呢? 大家有注意到吗? 它的网路孔好像特别扁 其实它是可以打开的哦 底下这间塑胶机构 我们先叫它下巴好了 打开它的嘴巴 就可以插入网路线,叫它咬着 这种设计能够让网路孔的厚度大幅减效 从而降低整个外接装置的厚度 因为所有IoPort里面 RJ45就是最厚的 降低厚度就可以使整个产品的厚度降低 也减少体积的浪费 VAVA UC-006的确是我看过的Type-C Hub里面算薄的了 尤其是有网路孔的Hub 薄度真的是名列前茅 在RJ45下巴收盒的情况下 整体厚度只有11.9mm 比MacBook Pro还要薄呢 讲到网路有了屏蔽比较差的Hub 或有特异功能 当你连接上Hub时 2.4G的网路就会断掉 那真的是非常及时的 一接上就断 解决的办法通常是连5G网路 或是买个屏蔽好一点的Hub 而针对WiFi的干扰 用WiFi讯号监测观察了VAVA UC-006几次 WiFi看不出有被影响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你手上还有会干扰的Hub 也不用急着丢 可以当作玩具整整朋友 恶作剧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MacBook这种只有一个Type-C的笔电 如果你使用的还是没有充电功能的Type-C Hub 那当你电脑没电时 你就无法一边充电一边传资料 而像VAVA UC-006就有支援一边传资料一边充电 瓦数部分原厂跟这标示最大支援到100W 这是许多厂商没有标示 也没有写的规格 如果你目前没有一个好的充电器 那用苹果的充电器通过Hub 就可以同时帮笔电、手机、平板充电 虽然这样充笔电不较慢 例如原本60W的MacBook Pro会降到用49W来充 但是一个晚上绝对够用了 这样你就可以一次充笔电、充手机、充行动电源、充相机 充电时Hub会稍微烫一点 这个也是正常的不用太担心 当Hub连接上电脑 或是像前面说的把它当充电器使用 这边的指示灯会亮起蓝灯 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小蓝灯 能够与MicroSD、SD卡槽对齐 整体的视觉就会更完整 普遍常见的Hub在这边会让MicroSD裸露出来 但是Vava的设计是采用自弹式卡槽 完全隐身在里面 好处是这样把机卡装在上面就不怕勾到其他东西 更进阶的应用是 可以放入一张读写速度不错的MicroSD 那就等于带来一个有随身叠功能的Hub 以之前开箱过的Toshiba M303这张标榜写入65MB 读取95MB的MicroSD卡测速 得到写入在60MB读取约87MB 基本上已经是这张卡的极限了 SD卡对于有用相机拍照的人来说远比MicroSD重要 以Sandisk Ultra测速得到写入约34MB 读取约87MB 从两张记忆卡的测速 可以看出速度都是超过USB2.0的 比不少中低阶的笔电读卡机还要快 平常有在使用记忆卡 又不想被电脑读卡机绑出速度的人 一定要有USB3.0的读卡机 而Hub普遍都会发生MicroSD与SD卡 如果同时使用速度也会变慢的情况 所以还是上面那句话 一个不够就买两个吧 看完所有iopro 你可能会在想 诶?VGA勒? 的确 Vava UC006是没有VGA的 不过目前同类型Hub也都是以HDMI为大宗 外接Hub一旦加入VGA 势必没办法保留这么轻薄的优势 如果担心去演讲或简报的场地是VGA 可以询问或建议对方单位准备好HDMI to VGA 假设你就是场地负责人 建议你要买个HDMI to VGA 一起当个有礼貌的现代人吧 整体来说 Vava Type-C Hub的轻薄优势 是同类产品比较少见的 最后踩不过11.9mm 比MacBook Pro 13寸 14.9mm的还要薄 加上完全隐藏的MicroSD卡槽 可以把Hub当作随身叠用 整体设计比较紧致 握感也不错 抄起来的声音也比较扎实 对于需要很多IO port 又要求品质的使用者来说 是物抄所值的 拜托厂商赶快输金色版吧 邀请您按赞分享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